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他們在大概26日到了香港 進駐了四川奇珍館之後 他們的食慾和行為都是正常的 狀態是穩定和良好的 四川奇珍館的一個運動場 就是一個棲息地 以前安安佳佳的故居的一個位置 遲些就會有機會 就可以讓他們放出來這個運動場 一個棲息地的地方 讓他們去探索多些不同的棲息地 包括可能有很多自然的植物 包括有一些為了大王貓而來 我們優化了的一些攀爬架 一些傢俬 令到他們可以在這個運動場 更加發展到展示到多些不同的自然行為 在適應那方面 暫時他在後勤的房間 空間是比較小的 在一個新動物 動物大使來到一個環境的時候 其實空間小在他適應的頭段 是一個比較保險 和一個安全的方向 至於什麼時候放到出去呢 現在就要看看安安和可可的適應期是怎樣 三十天的隔離檢疫期 其實另外 再可能需要多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會用我們的運動場的棲息地 讓他們可以探索和學習 適應多一些 如果根據這個大概的時間表 可能在十月的時間內 就有機會跟我們的遊客去見面 看到安安的時候 就覺得他比較活躍 比較好動的一位男生 看到他在場區都是周圍探索的 而可可女生就相反了 有一點喜歡自己me time 也可能對一些新事物或新人 就比較敏感一點 要花多一點時間去認識他 我也接觸了兩隻狗貓 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因為其實牠們都認得我們的聲音 認得我們的氣味 搬到來香港這個新居的時候 對我們有一個信任 所以其實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喊牠的名字 我們都是用回普通話 安安都是安安 原來上面的護理員 都是用回四川話 可可就叫做call call 我們都見到這幾天 都開始見到我們安安可可 已經接受了 或者是完全適應了這個新環境 也都見到他們的進食量 他們的行為 他們的休息時間 還有他們的排便量 都接近在都江宴基地的水平 他們已經開始了 每日定時會進食 每日會吃四餐 而且他們已經接受了 慢慢開始會進食廣州的竹子 而攝食廣州竹子的比例 其實相對於四川的竹子 已經由最開初的三至四成 慢慢增加到現在的六至七成 其實我也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自從以前的安安街街離開了之後 其實就只剩下瑩瑩同樂 當我們聽到消息 我們會有兩隻新的大熊貓 再加上出生的龍鳳胎 其實我自己都會很期待 令我相信我們的專業 我們的團隊 可以好好照顧好這六隻大熊貓 C Reed B curs稱 C Reed B curs هي B curswydd